大家好,我是陳寗 最近天氣開始熱了 所以就需要買一些電風扇什麼的 可是你現在去買電風扇 你會發現電風扇名字超多 直流扇、循環扇、直流循環扇 各式各樣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講 直流扇、循環扇這種名字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你說我在選購的時候 我真的一定要買直流扇 我一定要買循環扇 我們今天就來好好討論這一件事情 那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 直接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那我們就開始了 在我旁邊這支電風扇 其實並不是什麼陳寗嚴選的 我發現電風扇這麼多種 其實沒有一支電風扇真的完美到說 可以讓陳寗在那邊寫 陳寗嚴選四個字 因為陳寗嚴選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預算內買它就好 可是電風扇沒有這回事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需要用到的電風扇都不一樣 所以我乾脆就把全部的電風扇都列出來 你現在下面的寧可和無傷症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然後怎麼選 很簡單 我現在會來開始講一些名詞 還有說你什麼樣的情況 該用什麼樣的電風扇 這些東西都會講 之後也會再講 所以你一樣 就是記得要訂閱頻道 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這樣新影片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看到 那我們再開始講這直流扇 什麼叫直流扇 我們先了解直流扇的訴求 直流扇 那通常我們希望就是它可以非常省電 這一支就是直流扇 下面還寫了節能省電 可是直流扇真的比較省電嗎 其實過去我們傳統的電風扇 用的都是交流電 一般你拿插頭去插 插座110伏特的那個就是交流電 它的電的波形是這樣一個曲線的 那這樣子的曲線 對電風扇來講 其實你真的說它會對電風扇有什麼不好嗎? 其實沒有 純粹就是一個這種交流的電風扇 它比較耗電 傳統的電風扇 平均的耗電 大概都在100瓦左右 也就是說 你差不多吹10個小時 就會是一度電 那你吹一整天 就2.4度電 那說起來其實也沒有很多 你跟冷氣相比 其實真的沒有差很多 可是 現在你看我們連燈泡 什麼都要用LED來省電了 所以這電風扇 這種一開就是24小時的東西 而且不省電電怎麼行呢? 所以廠商就推出一個東西叫直流扇 這直流扇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交流電 把它整成一個直線的這種直流電 這個其實就是國中的理化 忘記的話回去看一下 直流電 它去驅動電風扇 那直流風扇的這個馬達 通常比較省電一點 所以通常 我們一般家裡的直流扇 像我們比較大的 通常都是在10瓦到60瓦之間 通常 如果那個直流扇可以開到60瓦 那已經風非常非常大 都是很大隻的直流扇才會到60瓦 一般都是10瓦到30瓦 那所以呢 以這個耗電來講 一支直流扇 它耗能耗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甚至更低到十分之一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開電風扇 開就是開差不多最弱檔 差不多10瓦左右 那你看 你原本開這電風扇 開一個小時就要100瓦 現在變10瓦 那就是十分之一 你要開100個小時才會達到一度電 那這樣就省電省很多啦 只是我還是強調 跟冷氣比起來這都是小錢 為什麼 你看你一天2.4度電 一個月也才72度電而已 那也是100多塊 真的比起來真的沒有差很多 冷氣隨便吹一個月都兩三千塊的 所以呢 你說到底要不要為了 這個直流扇說我特別省電去買它呢 我覺得大可不必 直流扇真的說我要去選它的時候 通常我啦 會選直流扇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它可以開到非常非常弱的檔位 一般來講 傳統的交流扇 它沒有辦法開到非常弱 所以呢 你看那傳統的電風扇 開起來就非常的吵 而且呢 它的風扇的設計 就是那葉片的設計 也是比較古老 像以前什麼 那個大同綠色的那個電風扇就是這樣 可是呢 新的直流扇 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它的馬達可以轉到非常非常微弱的弱風 再來就是它的風扇 因為畢竟是新電風扇嘛 所以它可能會重新設計它的扇葉 會比較安靜一點 所以我是這樣 如果說我今天是放在臥房裡面 真的說 一定要 要很安靜 然後風微微的吹 我想風吹太強 我在睡覺 我自己試過 我以前 因為曾經想要省錢 不要開冷氣 拿電風扇吹自己 出了兩次一彎 一次是腳抽筋 一直吹冷風 然後就腳抽筋 第二次的事就發燒了 所以呢 電風扇不能一直吹人 這一定要注意 那你說這樣子 微微的風 然後帶動整個房間 這樣子流通 你一來又不能開太強 因為會吵 二來又不能吹到自己 所以呢 像直流扇這種弱風 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呢 你說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買直流扇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買傳統的呢 其實直流扇 以現在來講 有兩個問題是要注意的 第一個 它價格比較貴 你去賣場看 隨便一支直流扇 都是一兩千兩三千塊 那價格跟傳統交流扇七八百塊 相比是差兩三倍了 你如果今天要買好幾支的話 就差很多了 第二個就是直流扇呢 比較容易壞掉 直流扇呢 它裡面結構比較複雜 它有這個變壓器 還有控制面板 控制回路什麼的 可是呢 相對傳統的交流扇 沒有 那就一個電阻這樣 插插插插插插 然後轉它的轉數會不一樣 就這樣這麼簡單 所以 你看很多家裡 那個大銅電扇 綠色的那個 從阿公那個時候用到現在 真孫都出生了 還在吹 可是呢 直流扇你很少看人家一支直流扇 可以吹十幾二十年 當然它沒推出那麼久 也是一個原因 可是直流扇壞掉的機率 真的比較高 尤其是它的面板 像我家的 一支那個 生保的直流扇 它的那個面板就壞掉 它的數字都沒有辦法正常顯示 當然它還是能吹 可是你看就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所以 其實家電就是這樣 它裡面數位的成分越多 就越容易有這個壞掉的機會 所以大家在選擇 要自己去注意一下 那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循環扇 循環扇跟直流扇 它是兩碼子的事情 所以直流循環扇 就是這個循環扇 它是直流的 就這樣子 所以要搞清楚 直流循環扇 它是兩個特色 直流講過 我們再來講循環扇 循環扇呢 其實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電風扇 只是呢 相較於一般這種比較大的電風扇 說我吹的封面要非常大 這樣擴散出去呢 傳統的循環扇 應該說真正的循環扇 它強調是風能夠吹得很遠 比如說那美國很有名的那個沃拿多 這個電風扇 你一定有看過 在Costco 裡面呢 賣電風扇那個地方 有一台黑色的 長得像飛機引擎的那個風扇 那個就是沃拿多的風扇 那個呢 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它超級吵 打開之後就 呼呼呼的這種超強的風 可是呢 它的第二個特色 讓人真的沒有辦法割捨它 就是它吹的風 真的超遠 一般電風扇吹出去 差不多 大概四公尺到五公尺 你感受到 剩下就是一整面的風牆 風在帶動的感覺 可是 沃拿多的風扇呢 就是一個風柱 它可以吹很遠 感覺還是一個風柱的感覺 要吹得很遠之後 你還是可以吹到非常強的風 就算只是一個小小的 像我自己的小台的 最小的那一台 就是這樣子 可以吹超遠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 我們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其實都需要風扇 為什麼 因為你夏天的時候會開冷氣 那冷氣一吹下來 它冷風呢 就會全部都聚集在房間比較低的地方 那你上面就會熱啊 所以你坐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你就發現身體好熱好熱 腳冰的要死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需要一台循環扇 把這個冷風 往天花板上抽 把它吹上去 讓它循環 這樣房間也會冷得比較快 而且呢 有的時候我們在家裡的冷氣 都會裝在房間那個角落 那遠的那個地方 就吹不到 這時候你就可以 把它買一台熱衡 或者這樣把它往那邊吹 這房間冷房速度會比較快 那冬天為什麼要吹電扇呢 因為冬天你會開暖氣 就算你不開暖氣 也是一樣 讓你的房間裡的熱空氣 都會聚集在比較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那你底下冷得要密 那就上面都很熱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一樣開一個循環扇 把它往上吹 把上面的熱空氣擠下來 讓你的房間的空氣也循環 溫度也會比較均衡一點 那你說吹了會冷怎麼辦 很簡單 你吹電風 你吹那個天花板嘛 你去看那個沃拿多的電扇 你會發現 他都有可以 就是調整成垂直的 可以直接吹天花板 就是因為 他其實 那設計 就不是用來吹人的 他就是讓你 用來做空氣循環的 那你一定會發現 在市面上 就是大概在15年前 這沃拿多進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就出現很多 長得很像的風扇 那都是長得像飛機引擎這樣 那我要跟大家說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在我測試了 這麼多的電風扇之後 依然 我有沃拿多的電扇 是真的能夠做到 這種非常長距離的送風 其他的呢 效果都沒有那麼好 而且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沃拿多它是交流扇 所以它非常的耐用 那你會說 現在它不是有直流扇嗎 這個呢 我只能說電扇 是一種水很深的東西 因為它代工廠很多 所以呢 你看到那個電扇呢 它的品牌是那個品牌 但是它不見得是那個品牌做的 當然 是不是這樣子 我沒有說一定啊 只是說你看它的外型 跟它實際吹 你一定要實際體驗過 才能夠確定說 它是不是真的有那樣效果 但是我可以很明確跟它講 黑色的沃拿多 傳統的那種 效果就是那麼好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你就會陷入一個兩難了 因為直流扇呢 我剛剛講 一般這種大大的直流扇 通常是可以挑到 然後比較安靜 當然也是有例外 像這一支就非常的吵 不過你可以看到它18吋呢 這麼大本 就不是讓你放在臥房用的 那小一點的呢 通常都比較安靜 然後又省電 可是呢 循環扇像握拿多的這種 又吵又耗電 那你該怎麼選呢 很簡單 如果呢 你今天是住在一個 比較小的空間 或者是比如說小套房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你買一個這種 比較大的直流扇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 它能不能把風開到最弱 因為呢 第一個 你空間很小 你風扇太大 你會受不了 第二個 你空間很小 你用不用循環扇根本沒差 因為你風吹出去 你房間就那麼小而已 你還去管它 會不會吹很遠 你房間整個面寬也才三公尺 你要吹十幾公尺幹什麼呢 所以呢 如果是像這樣空間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你就買那種 可以調到很低轉速的循環扇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說你家就很大 或者是你說 真的就是我需要把這個空氣 往遠方送 往電話板送 比如說你家可能有調高啊什麼的 那麼你就應該要買循環扇 這樣子呢 整個空氣的流動呢 你才能靠這支電風扇去推動它 那至於什麼直流循環扇 像有些日本的品牌啊 那不是就強調直流循環扇 我有試過 但是呢 我覺得它就是直流扇 但是呢 說到像是沃拿多那種非常好的效果呢 真的是 啊 還是有一點落差啦 你真的要循環效果很好 還是買這個沃拿多比較好 那目前來講我還是用它最好用 像這支電扇它很特別 它的一般電扇不是這樣 這樣子轉嘛 可是呢 它轉的是裡面的那個軸會這樣子轉 所以它的轉法就不同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了 它是裡面在轉的 所以它整支電扇其實是不會轉的 那現在有一些這樣比較特殊的電扇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他還有什麼雙頭的電扇啊 就是 可以同時往兩邊吹 如果你家很長的話 你就可以裝一支那個 在房子的正中間 那就可以整個帶動循環 非常方便 其實呢 我會建議啦 只要你家 不管是 應該這樣講好了 你家只要有待人 都一定要電扇啊 因為為什麼 你這個空氣 就算說我整天開冷氣好了 可是問題是 你空氣沒有循環的話 什麼二氧化碳 那些還是會沉積在一個地方 終究是不舒服的 所以 有一支電扇 把這個整個空氣帶動循環 你身體 人類 這種呼吸也會比較順暢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 至於說電扇要怎麼選 今天我們講了很多了 所以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法 你這些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談 因為現在電風扇真的太多了 現在也有一支一兩萬的電風扇 那個 那也是水很深的東西 之後再談好了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就好了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 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說到這裡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看